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擊節目 我是石濤 在昨天節目中 提到這個三千孤 黃河鎮實際十二金門的元始天尊的十二金門的弟子 都毀在了黃河鎮裡面 黃河鎮是雲霄 瓊霄跟碧霄 又叫三仙姑 是鄭神來的 他們的哥哥是趙公明 也是鄭神來的 毀在那裡面 後來我當時順口說 我其實就毀在了 表明毀在了色欲裡面 三仙姑後來就主持了人間女人生孩子 婚姻 趙公明 趙公明後來的神是什麼 五才神 對不對 哥哥是財 妹妹是色 哥哥是財 妹妹是色 而他們兄妹 在整個通天教主的弟子中 都是人 不是獸 都是人 而且他們的境界非常高 然後 三仙姑手裡面應該叫混天斗 就是混沌時期出現的 就是宇宙剛開始的時候有的 就這麼解釋 就這意思了 還有一個叫 叫交龍檢 金交檢 金交檢連十二金門當中沒有任何人能夠打得過他 沒有 而趙公明手裡面是二十四顆定海珠 后来成为了佛家里面的二十四层天 所以在这个 这个这个原始天尊的十二金门 对于他们俩谁都打不过 对于这两波都没打过 赵国明落在了这个福建的叫什么山 落在了两个散人手里面 就落宝金钱会飞的小金钱 至高的神仙 就差一步就出去了 就差半步他就出去了 他那二十四颗定海珠 就是他留在手里头 就是为他能够修出去 偏偏落宝金钱 把二十四颗定海珠给他打下来 贪财的 必在红尘中消耗掉你的一切 黄河镇 十二金门禁了黄河镇 全废了 十二金门里面的大徒弟 广成子修了一千五百年 老子进入黄河镇之后 先看到广成子躺在地下 憨声如雷 说一百五十年 一千五百年 全废了 修行的人犯色戒 一毁到底 咱们讲的是故事 那今天的人 今天我们现实中的人 能赶上共产党 就相当于 我们的魂魄掉进了 那十二金门掉进了黄河镇 黄河是中国的代表 寓意着今天的故事 我依然认为 你只有在生命上 你只有能够拜对了师父 你才有机会 瞬间有这种感悟 黄河代表了今天的中国 我们今天遭遇的磨难 今天在中国社会 就是淫荡统治着上下 从而造成了今天 每一个人家庭的一切 都是从上至下的破碎 但是同时呢 又是巨大的机会 所以很简单 拒绝中共 就像你在黄河镇当中 当你拒绝中共的时候 就像他们遇到了自己的师伯救 救他们一样 那十二金门已经成了凡夫俗子了 憨声如雷了 他们的师伯进来救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 地域的门向你敞开的 门户大开 首都机场 对吧 然后中央电视台穿一裤衩 然后人民日报社顶天柱 就这个 那今天的人 我们就掉在这个环境中 所以呢 又是个净化的过程 那现实中 你会看到 共产党的邪恶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许章润 许章润呢 公开信批评了习近平 清华大学表忠心 把他给开了 把他全都给 全都给干掉 就是任何 不能开班 不能教学生 不能这不能哪 估计没工资了 那一时机器千层浪 那他是知名的学者 感言的学者 那学者本身 手无搏击之力 他靠自己的知识 对不对 和他自己 对生命的认识 而串联起来的文化 来支撑着社会的 整体的故事 那他们个人 有了他们个人的 这种面对中共 他们敢发出声音来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那许章润这件事情呢 是相当触动的 给我的感觉 有点类似 2015年的 709事件 那是律师 那是完全针对律师 这个呢 是完全针对学者 那针对学者的打击 是跟 推广习近平思想有关 这是对的 这是对等出现的两个 对不对 习近平思想 实际是王沪宁做的 那作为众多的学者 其实意识到他的邪恶 只要一打共产党 就会打到他身上 因为习近平思想 成为了党的核心 这就出现了 相互之间的对垒 所以对那些学者 出现了打击 大多数知识分子 对许章润遭到打压 保持沉默 但也有学者公开表态 反对整数 声音遭到了当局的镇压 绝大多数保持沉默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共产党讲 你是个知识分子 就像你的存在 就像北京图书馆里面的 藏书的藏书阁里面的 一副尘埃 一叶破址 独立写者荣健 在推特上发表照片 推文是昨晚 许先生的后援团 一些知识分子 而海外的媒体 转载了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劳东彦的文章 心情很郁闷 本院一名同事 因之前发表的公共性言论 遭到停课处理 又得知本校的一个学生 向学校校纪委举报 私修课老师上课的内容 与相应言论 两则消息未得证实 但看来并不是无中生有 举报制度 是出卖人性 最下贱 共产党 以诱惑与奖励 来奖励那些举报者 连那街头卖淫的女人 你都不如 劳东彦博士的文章 相关部门的做法 完全不能认同 任何时候 用权力压制公共性言论的做法 都不可能具有基本的正当性 你看 多文化 我觉得真是不容易 但它是一种进化的过程 我只能说真不容易 但是一种进化的过程 你要看到 这样有知识的人知道他不对 还和风细雨的去进行反抗 和风细雨的反抗 怎么说呢 就像这个 就像聊斋里面的那些 被掳走 就是被那些妖精啊 鬼怪狐仙给坏了的人 还和言细语的说 你别这么做呀 不好啊 你别这么做呀 真的不好啊 还是这么说的 那荣健说 许章运在清华受压 数千名教授居然无动于衷 只有几个老师公开表示谴责 必须向这两个教授表示致敬 数千个教授居然无动于衷 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高级动物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失去了人的理念 中国人生存智慧中 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明哲保身 你看这不是智慧 中国人生存的聪明中 奸华中 利益中 是明哲保身 我曾经也曾认为 暴虐横行时沉默是坚守的底线 目睹状况沉默底线 终究还是太低了 沉默代表的根本不是中立 而是顺从 而顺从是没有底线的 在对方紧逼之下 自己一方只能步步后退 我觉得这就是文化了 不叫文化 这就是今天的现状了 这是生命认知分布开始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但这件事情极具代表性 极具代表性的意思 他表现出即使是反共 在中国的学者中 高等学者中 他是法学院的教授 他在生命认识上 也就不过如此 所以可以看到共产党 在人的角度来讲 是不可战胜 人只能与神通行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